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我们学习17课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读过课文之后 请同学们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课文讲了哪些天然指南针 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首先让我们先来填一填 课文介绍了太阳、北极星、大树 和积雪这几种天然指南针 那文章当中是如何说 太阳是天然的指南针呢 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 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 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 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那看一看这幅图 当中午的时候 你能判断出哪里是东 哪里是西 哪里是南 哪里是北吗 在太阳指向的位置正是南方 而树影所在的地方啊 就是北方了 对应到那我们可以找到 这里是东面 而这里便是西面 你们看太阳不正是天然的指南针吗 而且我们知道当早上太阳日出时 太阳所在的位置正是东方 而到了傍晚日落时分 太阳所在的位置正是西方 那同学们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说太阳是忠实的向导呢 因为它正是通过它的向导来为我们指点方向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吧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 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 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 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那课文先说了太阳是忠实的向导 是天然的指南针 接下来又说了北极星 它也一样是天然的指南针 我们来读一读 北极星是展指路灯 它永远高挂在北方 要是你能认出它 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 在这里我们又说到了北极星 刚才说太阳是忠实的引路者 而这里北极星又是一盏指路灯 那现在老师想问问大家了 为什么把北极星比作是指路灯呢 能不能把它跟刚才的第二小节 忠实的向导换一个位置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要知道指路灯 只有在没有阳光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北极星出现的时候恰恰是晚上 所以要把北极星比作指路灯 而太阳是在白天出现的 所以在这里说太阳是忠实的向导 所以它们不能够换位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要是遇上了阴雨天又怎么办呢 要是遇上阴雨天 大树也会来帮忙 枝叶筹的一面是南方 枝叶西的一面是北方 那么来看一看这幅图 你们能判断出哪一侧是南 哪一侧是北吗 看这侧树叶筹的一方正是南方 而树叶西的一方恰是北方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太阳所在的一侧 阳光充足树叶就会显得很稠密 而太阳照不到的这一侧 树叶也就自然的很稀松了 看看树叶茂密一侧是南方 树叶西树一侧是北方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怎么判断呢 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吧 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 枝叶筹的一面是南方 枝叶西的一面是北方 看来大树也是天然的指南针呢 此外如果遇上雪天的时候 雪也会给我们指点方向 我们来读一读吧 雪特别怕太阳 沟区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 看看哪边的雪画的快 哪边画的慢 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 在这儿啊 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 究竟哪是南哪是北 那现在你能够根据生活经验 来判断一下吗 我们来填一填吧 雪画的快的一边是北边 雪画的慢的一边是南边 那把它放到全文里 我们再来填一填 冬天下雪时 沟区里的积雪画的快的那边是北方 画的慢的那边是南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 雪特别怕太阳 高区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 看看哪边雪画的快 哪边画的慢 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 看看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啊 竟然有这么多的天然指南针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遇到了在野外迷路时 我们可以怎么办 当白点的时候怎么来辨别方向呢 我们可以观察太阳 当中午降临时太阳在南 树影正指着北方 当遇到黑夜时我们可以观察北极星 北极星永远都会高挂在北方 当遇到雨天的 当遇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观察树枝 枝叶绸的一面是南方 枝叶西枢的一方是北方 当遇到下雪天的时候 我们便可以观察雪了 画的快的一面是北方 而另一面就是南方 相信学了这节课之后 如果同学们在野外迷了路 也能轻轻松松的辨别方向了 那大自然是无比的神奇 有这么多的天然指南针 在课下同学们可以再找一找 还有哪些也是大自然的天然指南针 课下与小伙伴们可以再交流交流 讨论讨论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在课下能够认真复习 下节课我们再见吧